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时候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我第一时间我就想有一个人 我记得我节目上有一个人 就直接预言过这件事情 当所有的第一波内阁人士公布里面 没有郑文餐的时候 节目上就有一个人跟我说 郑文餐不只是没前途而已 放两宫而已 他可能还会出事情 这个人是谁 后来想到谢龙杰 龙杰先生 果然是先级的 先隔级的 我就马上传给他问 我的逻辑 因为我比较理解赖清德 他做事的手法 他是看起来点点 但是他吃饭 我跟他说 他做手段 我们可以某一个角度 可以肯定他 他在民进党也算是姑娘 比较没有利益的盘跟错节吗 他一路走来确实这样 所以有时候我会夸他 很多男人的朋友都还会骂我 你怎么 你跟俄罗要做什么 我不是 他真的这部分 因为你监督他 我们强力在监督他 包括意识形态 包括他主张台独 我们多么严厉 包括他做错事的 他纵容部下或什么 这个都可以 但是他真的没问题 你不能认为民进党 有哪个白白白 把你拎到黑了 对不对 这样人家要怎么教孩子 所以有时候在这一块 我一直经常在讲 在民进党里面 他相对比民进党 其他的人干净 这是我真的 真面目轻定 所以他启动正办正文参 我确实给他按个赞 我上个月问了法务部长 我说那么多的黑金 官商勾结的案子 你们到底办不办 法务部长讲得很含蓄 我们有分案 那我上个礼拜二问 卓院长 我说他中 官商勾结的那些 尤其太阳能光点 你到底有办吗 我已经讲过 过去八年的官商勾结 跟卓内阁无色 但如果你不办 就是包庇 他把他斩钉结的 会办 结果拜理说了 拜他就出事了 拜他出事 生日礼物 我们正文参赞 带你来说 因为今天十点钟开庭 昨天在法院 高院把抗告成立了 所以免压这个法院 地方法院的裁定 已经被驳回 现在十点钟 开的庭会决定 会不会再把它扣起来 我们待会来聊 但台南的议题实在是 我们大家都问 台南怎么了 台南黑金八八枪 议长会选 然后现在在开枪 当人家的家门口 一个地方 也是一个大咖了吧 就这样当街行刑式的枪决 然后完全知道他的行踪 然后他的路径 直接这样开枪 连开十一枪 后来转一转 警方在研判 至少身中六枪以上 后来就身亡了 那后来还在这个附近 发现了被烧毁的枪 车子 里头还有枪支 这到底台南是 怎么回事 这个手段就是要 置人以死 就是一定要让他 就要 要把他做掉 那应该是相当理解 他的作息 这种治安的败坏 就像你刚刚讲的 从88枪开始 你看我的故乡 他本来是一个很纯朴的 古都 我们就是等着假日观光客来 就你们中北部的朋友来消费 那大家忙于市井之间 做做小吃 做做糕点 来招待这些外客 盈利 他赚的不是大钱 但是我们很朴素 很多北部的人到南部生活 就是说因为台南的生活步调 很悠闲 所以他喜欢到那边走一走 几层何时 当有了光电下来的时候 我跟你讲 各位你们一直在讲 听我们讲光电 听到都烦了 可是你不了解 我也是刚开始也觉得没有什么 就是重重光电 对不对 那政府能源政策转向 反正各地都要找光电来做 来补足 电的不足 不知道 光电用的 我们台南 我的故乡 变成全国第一名 我们台南市的光电 占了将近40% 全台湾这么多县市 好 就算北部少 我们从中南部往南去 我们光一个台南市就占了 全部将近40% 我礼拜二问经济部长 我说你的故乡 你有没有再回去 他冰冬人 说你回旁边看我 你竟然跟我们银头赶上 你们那边也慢慢 逐步严重 你都看到了 为什么还要放任这个 能源政策继续 就是这个光电来后 那是几千亿加上几千亿 对一个淳朴的台南来讲 我跟你讲 就是大家 吓得溜费 惊气败 没得到特价 我们卖个糕点 卖个大门 卖个碗粿 我们一天是赚个多少钱 吃三重百就够难 现在大家都在政典 不用政产了 政粿 吃三百余 要跟他们投资 大家来吃典 政典 就这样来 这样就可以 你想想看 同样的单位时间里面 为什么我们会成长别人 别的城市的好几倍 因为我们的审查跟核准的过程 有一套特别 那这整个市政府 特别容易吗 自己人就特别容易 那你没有招待他去找妹妹 就特别不容易 小云嘛 所以当时这个局长我就告了嘛 现在判刑在执行了 我告的还 所有案 那个判刑还不是光电案哦 所以一直都没有办 到了去年 我说 他不可能交保 因为那时候他们为了选举 就不办 然后这个人 你不办人家 你也不让他交保 对 他两个月 延两个月 三个月 延三个月 再延两个月 后来一直到选后 就说 在那个时间 启动了光电的起诉 这才是第一次光电的起诉 是 那光电起诉以后 光是一个案 起诉一个案 就图立了91亿啊 好可怕 一个案子 那个局长 陈凯玲呢 他本来是放弃上诉 所以他就 从八年半改判 六年半的时候 放弃上诉就是要赶快到外医间嘛 提到出来 说服服服一点嘛 他们有这个 受刑人有受刑人的权益 他认为我要怎么样 达到 假释的标准 后来 不知道这个案子一起诉 因为那有人跟他说 你不要紧了 你打起来 人会处理 就一起诉他 外医间就出不来 拿那个易拉帆 易开关的易拉帆 挂两三个 上便宜 去天几间回来 所以我说 为什么我们要有一个吹哨者保护 他在内部 他不讲出来 你就办不了大咖 这些光电的牵扯 然后开始 官商 黑 金 枪 就出来了嘛 从八枪 之后 还有十一枪 那开枪的 这只是小工程 所以小工程 所以开十一枪 对不对 大工程 那大利益 那整包的 所以就弄到这样 那但是因为 那个林理事长 这个案子 他现在不知道 是牵扯到什么 不敢议策 但很直接 大家很多人就会 觉得说 好像是光电了 利益 至少一定是很大的利益 就变成这样嘛 那因为之前 他刚好也有 这个议长案 什么案都有关系 他跟这些人都很 八八枪 郭再青 这个不是 也不是 不一定是他的事嘛 就说 他跟大家 我也认识他 他当过商会理事长 对不对 现在又是余会的理事长 所以在台面上 大家都 很认识 他讲话也很客气 坦白说我们认识的时候 就大家在公开 他讲话很客气 他也没说戳起来 那但是为什么要凶手 要治他已死 这么狠 真的 这个就是说 第一 治人已死有两个 第一个 你党人财入 第二个就是 我们两个有利益纠纷 所以这个 当时 台南市现在的警察局长 廖中山 八枪发生以后 没人要接局长 台南市找不到局长 你知道吧 塞溃 管不了啊 当时是 谁 黄阳林那些 对 被调去 后来也调走了 没 找不到人 人接了 结果 黄伟哲市长 跑到警政署 去找办案高手 廖中山 廖中山答应来了 警政署派他来台南 我就说 八十八枪 安顾的案破了 破了 为什么 因为 他们警方的情报 就是 黄伟已经 多汤啊 出离了 偷渡以后 那 现在 我们早年 两岸 共同打击犯罪 两岸的 跟大陆公安的 接触的窗口 我们台湾这边 廖中山是其中之一 所以协助 当时不是有很多 诈欺的被弄到大陆 我们去押回来吗 还有很多通气犯 所以 在 那也有很多大陆的人 在这里犯罪 我们 逮捕以后 交给大陆的 所以 发布廖中山的时候 我就说 要破了 苟不其然 没多久 黄伏的就给人带回来 那这一次呢 好 那这一次呢 凶手应该也逃了 我昨天也有打电话给他 我说 打给谁 那你一个礼拜 廖中山 就要退休 他7月16日要退休 压力会不会很大 因为我知道他是办案高手 他说我们尽可能努力 看看这两三天能不能找到人 因为他们调了很多专案 就从 这个凶手是 投诉在 荷兰村来什么 一个汽车旅馆 他4点退房 就在外面埋伏了 已经掌握对象 这是记者告诉我的 就他们有发布了 后来 有传很多影片给我说 这个 他枪烧了 他做完案以后 他开车到建坪路 几项那个行车场 后来枪也没有拿走 凶器也摆在车上 一起烧 就烧掉 烧了就表示我 这两把枪是要 让你收走的 断点在这里 然后 这个就是制造断点 那这边做完 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蛮偏僻的 但 也不至于没有监视器 因为他离这个码头很近 这个停车场离码头很近 所以很有可能在这里就已经 准备出境 做 偷渡出去了 那也有可能是有人接应 然后就往机场去 都有可能 但应该会 我认为选择在附近这个码头 这里 那就是偷渡 坐船偷渡的几率比较高 买凶杀人的可能性 当然是最高 有啊 有啊 因为这个 如果牵扯到大利益 通常不会当事人 出来 没有必要嘛 开嘛 那他就是花钱 所以这个教唆 为什么我们说教唆杀人的 罪会很重 就是因为 就是你有利益 你 你叫死 其他的人 那你教唆以后 那你用钱买凶 然后这个人去犯罪 虽然他判了 也许教唆的人更重了 罪在那个教唆的人 所以后面的原因 要让警方 现在警方的情报也很多了 有机会破案吗 我认为如果廖中山在 是一定破案了 那他就快退休了 他就是下个礼拜要退 所以他可能也在想说在 反正他一生从 他破到 他破过太多大案子 尤其是毒品 追汽走私 偷渡 这些对他来讲 他太多 太多的这个战机了 而且他对于这种解毒 犯罪心理跟 研判 这个犯罪的这个因素 以及分析 他逃亡的 他经验太丰富了 所以 说实在 也许是只剩下一个礼拜退休 但我还是深具信心 因为我们从过去他 办过了大案子 而且办案的过程 跟在部署的时候 就是说 整个攻坚的部署 什么 他是真的 我问过侯友宜 侯友宜一直很 很欣赏他 他说他是当时他们 他是侯友宜在一队的时候带的 他好像是 他们不同队 他是王卓军那一队 侯友宜一队 王卓军一队 他说阿三真的是一个办案的高手 很冷静 聪明 研判有机阵 他对这个案件在 他不会预设立场 但他很冷静 然后去透过各种线索的分析 这一点是要给肯定的 但是在台南我的故乡 为什么会这样 我一直跟清德兄讲 你去年3月14回到台南 你说什么 你说为什么外界的人说 我们民进党现在是黑金 你身为老市长 你觉得很痛心 所以 你们这些 立委和议员 踩成几基谋 台南市民都知道 你的痛心最后就是说 市长起来 立委起来 议员起来 道歉就没事了 道歉就 道歉再开始一枪 再死一个人 那你现在 我说你只要不办 你现在议长什么 证据充分 你也大家判无罪 为什么 因为法官说 他们只是在闲聊 那些证据就不算了 而且还放那个消息出来说 检察官巩固证据力不足 就等于还出这种新闻稿 所以 检察官上诉了 重点是 身为总统的原台南市长 你愿不愿意有个态度 我也问了法务部长 他也是台南出生 一摸到人 在台南也待过 我说你几年 离开台南这么多年 有没有了解台南 一说有了 我都常常回去 那好啊 那你要不要办一两个案子出来 我们刚刚讲那个光电起诉 不是这个政府办的 是蔡政府办的 当然啦 是蔡政府办的 现在刚上任一个 土力91亿那个案 那其他那么多 为什么都没有办 你一直不办 利益牵扯就会存在 那这种枪击案件 就还会继续发生 不是吗 钱太多 我跟你讲 同甘苦意啦 同甘很难啦 要同甘啦 共享乐就很难啦 对不对 本买买嘛 大家没的时候都出来拼 你也没我 今天给大家签 来给全球账 但是 一英两英 你说 我买一间房 我这三千万生 拿来 我们怎么算 问到我们两个 想不到呢 很多犯罪集团 不是都这样的吗 那台南市的利益 这么大 而且 那个结构 官商勾结的结构 早已存在了 你不要跟我说 你又市长 你又不用我告诉你 总统你们都公开承认了嘛 所以才要道歉嘛 那局长也办了 一个局长能 handle整个几千亿的一个 那然后其他人都不知道吗 要刺新干啊 让我扛 扛了然后 到我这里为止 对 是这样吗 不可能吗 那大家睁眼说瞎话 那你说 我来弄一点调查权 我来深入调阅一些资料 不行吗 现在通过了 我们当然会成立 成立以后 会有深喉咙 就敢跟我们讲 那为什么现在还没有人 丢资料出来 因为我们必须再把吹哨者保护法 也通过嘛 你是公务员 然后你被逼做了哪一些 这个案子 签了哪一些公务员 你只要用这个吹哨者保护法 你把资料写出来 我们来调 我们调完 不是我有侦查权 有起诉权 没有 我们把资料巩固以后 我们给检察官 检察官去办 这样就我跟你说 降低次案 吹哨者也才不会有刑责 当然啊 然后 想办了检察官 很多检察官是 被迫升官的 我在台南我碰落太多了 因为我都去提告 告发 然后他只要一办到深入一点 明天就把你调到金门 去当主任检察官 那这个案件 你要办到前秋 你开玩笑 就移转过来 自己人 那个人就没事了 我把你升官了 被迫升官了 那以后不是吗 以后我们有 调阅以后 这些资料 就会有压力 他就会变成 社会 重大瞩目的案件 检察官 他敢办 因为上面要吃 不敢吃下来 重点是 他们不敢查 不敢要的资料 如果你们的制度 可以保障的吹哨者 有人资料提供出来 保全的证据 才有可能往下查 这很重要 因为我可以调 那你可以抵抗 也许你也可以掩盖 但是如果 搭配吹哨者保护法 你就知道 那有点高得了 是 好我们要进下广告 不过刚刚讲 在林世杰 这个案子 可能凶嫌 有可能 刚刚大家想象力 很丰富 有贼 还活着吗 也有人在问 刚刚龙介先生 还说有可能 是不是就有人 接应逃走 搭飞机了呢 桃园机场 今天凌晨又跳电 今天早上 一个早上 桃园机场 国门大乱 航班资讯乱 没有办法查询 登机柜台 整个乱糟糟 不知道还有哪些地方 没有电 所以故障 台湾的国门 台湾的现况 就是一个字 乱 随时都没有办法掌握 立法院乱 立法院很多可以谈 我们待会来来谈 而且他们都 怕人话 这个厉害了 然后郑文燦 当然还要请 荣誉先生再谈 因为这牵动的是 很多地方拍戏 这个民党党内 心风血雨 也才刚刚开始 实践中 亮哥认为 应该 还是会把他压起来 因为 如果没有让他撕 又没有把他 把这个已经抓了 没有抓到 完全让他没办法翻身的话 内斗就要开始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休息 健康 要什么吗 要帮忙吗 坐 我看你们好多人都生病了 感冒感冒 还好 各种生病的人 早啊 刚好看到一个斗内的朋友 应该要念一下 这是我保持最佳状态的秘密武器 也是照顾家人 馈赠亲友的最佳 谢谢谢荣志 荣介仙 巧新加油 谢谢 荣介 巧新好可怜 我刚刚被抓成那样 对着徐巧新 一定要欺负 叫几个人围他一个 大家的感受都很强烈 对不对 大家没有人在相信司法 这种感受很差 就是如果说一个案子 交保还是欺压 大家发生以后就会说 奥姆赖亲德的角色是什么 分析不是说他的涉案重大跟案情 是分析赖亲德的心情 哇那就尴尬 就代表我们台湾司法已经废了一半 残废了 然后下一个是谁啊 郑文燦燦下一个是谁 谁还有得罪方丈 有 欢迎回来中央兄往千秋万事 今天邀请谢荣介委员 大家好 荣介先生 真的是 我叫他生 真的是台湾最了解赖亲德的人 他老婆不知道 但我觉得你可能 说不定比他太太更了解他 他的政治性格 所以当郑文燦事情发生的时候 其实算是在你的预言里头 昨天我跟郭文燦亮哥 在大白话同台的时候 他广告时间我特别问他 我看没 如果这个检察官的搜索 四次居然被挡 然后没有搜索 怎么有证据呢 好 然后呢 他的各个三种的积压要件都具备 结果法院的裁定说 他的确设案重大 但不用压 这怪了 所以全部人对于司法的信任 几乎是荡然无存的情况之下 高等法院驳回了 这个交保的裁定 好 今天十点要来再一次裁定 亮哥认为 这一定要给他戏啊 如果没有死透的话 民营党那个派系的反扑 那民党就要分裂了 以赖兴德姑娘的个性 他势必会出重手 那这个案子基本上是 地检跟地院在斗 所以当交保的时候 那不到12个小时 新闻就出来了 就是说我曾经申请搜索 四次被拨回 这个就丢出来了 那这个不是检方内部丢出来 那谁会丢出来 他就是要寻塑成社会压力 再来就说 法官的爸爸是 郑文燦的什么人 四地兵啊 长期用 那这样弄下来 这法官就会有压力 恐怕发挥的话 就还不一定是他了 不应该是他 他当年只是轮职而已 对 所以这个 这个换了一个法官 当然有新的裁定 就不足够 就还可以保护到司法的尊严 如果把那裁收押了 那收押以后呢 变成郑文燦会抗高 郑文燦就轮到郑文燦这边的律师抗高嘛 但是 不好啊 那为什么会 我们要谈的是政治效应 各位要了解 这个月是 民进党要开全代会 全代会就是选择新的 中常委跟中支委 重点来了 权力核心的分布 权力核心要重新改选 那你要想想看 各位我现在讲一个已经发生了 就是陈廷辉的下场 对 陈廷辉就转一瞬之间 很夯的一个委员 就变成是郑国会 投靠赖清德的投名状 真的 那你说 你能怪林家龙吗 这是林家龙的无奈 假如林家龙今天不选择投靠赖清德 他这两天一定在讲说 好嘎嘎 看到郑文燦就说好嘎嘎 真的啊 林家龙的经历 对不对 他还只是给你摆在外交 为什么会摆在外交部 外交国防两岸 这就是总统的权责 摆在外交部就是直属我 外交部也没有什么场面 坦白讲 就等断交而已 还有肖美琴在呢 哪有什么 那这样的话 如果你 他就是观察嘛 有效查看 好 那你靠过来 耐轻的 我当时就讲 赖清德会收编林家龙 他不会收编郑文燦 因为他是同派系的 而且郑文燦是不选择投靠 郑文燦在内心这几年被捧的 忘了啦 他觉得我是太子大哥啊 对不对 你不知道大哥会被废 就废掉了 那就变成 林家龙做了这个动作以后 那我坦白讲 台南市长是谁在争吗 对吧 那他搞了陈廷辉 就是变成林静县 他们就是赖清德的子弟兵嘛 所以这整个一下来 好 当然政国会就把陈廷辉开除了 那赖清德就保留 这是必然的 为什么 因为赖清德 假如我是赖清德 你是那个林家龙 我一定会跟你讲 我不再是你的对手了嘛 你是我们的接班梯队嘛 但赖清德怕了怕 你在2028挑战我嘛 所以你只要安分 你投靠我 你的对手是谁 不是我 你的对手是暖男 陈其迈 所以陈其迈这边 跟林家龙 他就形成一个恐怖的平衡 在下一个接班梯队 那这样下来 因为他2019年 曾经挑战过蔡英文 所以他在防止党内有人造反 在2028有人 党内如果没有人造反 那他就可以空出手来 整理蓝白这一块 他就准备从40%变成51%嘛 那他要不要砍科匹 7月6号办了郑文燦 郑文燦是7月6号生日嘛 那科匹的生日是8月6号 那有人讲会不会这样 那7月23高宏安宣判啊 很多案件啊 那9月那个宜兰林之庙宣判啊 这一些都是牵扯政治里面的角力啊 然后掌控行政司法权的人 赖清德 你会不会用这些手段 那就看你的良知嘛 那看你要不要创造新的高度 当时你忘了吗 2019年你说 请蔡总统不要用国家机器对付我 请总统不要用你的网金在攻击我 清德兄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你当时是深受其害 假如你今天掌控国家机器以后 你继续用这些机器来追杀在野党 追杀人 监控人民 甚至追杀你的同志 不同派系的 那历史会重新给你审判的 所以我认为 这些都是牵扯到政治利益的分配 然后他们派系重整 派系的斗争 所以当时我不是说郑文燦 郑文燦也很好啊 大家有食材啊 我们弟弟也在党在做理党啊 算客气啦 人很圆融 客气是怎样人会对付你 就是说你 已经形成压力了嘛 你选择不投靠嘛 郑文燦是选择不投靠嘛 那不投靠 大阿哥 那坦白讲 在党的组织里面选举 赖清德的力量是远低于郑文燦 我讲过他是姑娘 人也没好人 那相对的是相对干净啦 我们坦白讲 所以假设这次 民进党全代会 郑文燦没有被弄掉 他的运作跟影响力 他现在交保了嘛 不得了 假如交保没有收押嘛 我就靠电话 那就千秋 你这票回不回了 那就停会了 现在政国会没了 你总的含上用 人马都还在手上 我几票支持你嘛 既然如果用得起来 这些的总统委员 他在重整音派跟 等于其他派系 就是非赖系的 其他人挖起来 都够了 他没有几个有这个能量 可以去做这些整合 因为整合这个要有资源 一些政治主委 要有金主 就是说过去 土内过的人 民进党现在除了 新潮流 加以外 还有什么人有金主 郑文燦 就是 郑文燦 跟英系过去 带到那 包括 能源政策改变的时候 为什么他们要成立公司 我们大家都 赫到溜辈 他们都成立公司 在那 越来越去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 整个利益结构的牵扯 这 没实在说 这对台湾是一个 鼻哀 真鼻哀 为什么我们要这么拼 我们当 刘安英在拼什么 拼国会调查前 他为什么 拼死要抵抗 奇怪 调阅前 听证前 没什么 你们是在动什么 在走什么 你看 刚刚我们讲的这些 看牵扯多深 脉络 牵扯的人 牵扯的范围 牵扯的金额 今天你开庭 我看是 胸多极少 胸多极少 坦白讲 这真的是 因为你不能怪赖清德 当赖清德 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有时候我想放过 王浅秋都不行 旁边的就说 你如果放他走 我跟你说 他手里会给你教 他手里会去找什么 他会去找什么 到尾里我们就 背走不离 民进党就分 他们每次都这样 他为了巩固权力 他是 极度追杀 终极追杀 邱毅 这算题外话 因为邱毅跟我讲说 他有消息说 两个礼拜内 就可能 检掉单位会发动 对柯B的搜索跟调查 约谈 我是不知道 他说的 我们来拭目以待 这样讲 会不会破梗 但重点是 下一个是谁 很多人 刺在等 过来 所有有案件 你不要忘了 郑文燦这个案子 是七年前的案 一个案子可以压七年 这个时候用 这个时候动 为什么 那七年前的案 为什么现在才要办 你为什么挑这个案出来办 各位都忘了 你们实在 这件案件是2017年 9月份他收了500万 2018年 把钱还走 对 那为什么你要还钱 办事不力吗 因为一定有人跟你说 案件人在注意 有道理 他还检掉起来也有人 你看不然怎么能交保 这就是 这就是官商勾结 这也是一个官商 全部都是官商勾结 好 那再来 当时总统是谁 蔡英文 好 各位不要忘了 为什么他会急着 这钱吃起来 甘吃不好 这温痛 为什么 因为缺帝 所以你要这个案 我一定 那缺帝是谁讲的 赖清德 所以105 那赖清德当时是什么 行政院长 不要忘了 他就是 他9月 要去接行政院长 9月4号我在台南 送他 我来 上去一公里 他不是9月份才讲 他是8月份就说 台湾有五缺 缺水缺电 缺土地 缺人才 五缺 一直在讲 这是他的重点目标 他就职那一天 9月8号 他就讲 将来由我来督导 要严密 集密密集的开会 然后 要针对这五缺来解决 那时候人去拜祭 后人去拜祭 郑文山公 这土地 这工业 变工业 现在欠工业 鲑鱼要返乡 台商要回来 找不到土地 这个特董 这配合中央政策 所以整个一弄的时候 赖清德全部掌控在里面 全部掌控在里面 他干了快两年的行政院长 好啊 所以现在 他到了副总统 四年他都不能说话 对不对 而且他是大阿哥 谁能动 好 那等到蔡英文下 那轮到我上的时候 大阿哥 我就会记得大阿哥 以前就有 对这条案 因为当时的法务部啊 就检警调啊 对赖清德 都知道他是 后蔡英文时代的接班人 但是表面上看啦 看不出来 但是不晓得 他竟然会在2019年3月28 出来挑战蔡英文嘛 所以在他当行政院长 那时候很多人要跟他交好 都会报嘛 情知都会提上来嘛 那提上来的 他就掌控了嘛 所以他才会知道说 你们这些人 民意代表 大家卡成几极 我都知道的 他确实也掌控了很多 不要忘了 他是当国大代表 立法委员 台南市长 行政院长 副总统 然后变成 他几乎是这 所有中华民国的元首里面 历练最完整的一个 亲自也拿到最完整 你在往前看啊 对不对 所以 最完整 所以他这些资料 为什么他会挑他当行政院长的时候 那个案子出来办 这有原因的啦 所以这个叫养套杀 猪养肥了 再杀 下一个是谁 我这边说大家 当黄伟生不是 刷在等 对 不知道还有没有哪些人 他很有可能 为什么 因为台南啊 因为不是 因为他在去年 前年的 2022年的三月 背叛了赖清德 对对对 他去带相投靠 有没有台南怎么样不重要 重要是背叛了赖清德 他把整个系统票 拿去投靠英派 英系 那换得了蔡英文 直接征召他选连任 就没收了陈廷辉的初选 就那一次 后来更严重的是 2018 就这一次的选 2024年嘛 沙哈都嘛 然后蓝百说要合嘛 所以他判断赖清德 选不上了嘛 这个胆 这个罪可大 这个罪很大 然后听说他是选择 跟陈基麦结盟嘛 找死 这是民进党的 委员跟我讲的 哇 那民进党委员都知道 赖清德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所以 但是还好 还好 后来有归顺 听说 花市长有归顺 真的是 但是还是有危险啊 因为台南 赖清德听的比我多 现在的台南市政府里面还有他的人 你看嘛 内阁 白康是谁白康的 黄伟哲嘛 他说 那个赖总统 打电话给他嘛 要找谁当主机长 要找 你怎么可以讲出来呢 因为我请 我请 远秋去组阁 纵然我要用谢龙介 我也会让你去找他嘛 对嘛 对不 啊 结果我是打电话给他 或者就 跟记者讲说 也蛮可爱的啦 赖总统打电话 所以我才讲嘛 好 那既然赖清德 总统 你要当院长 你 内阁 阁员都自己找了 那所有的事情 就是你要负全部的政治责任啦 对不对 这是这样来的啊 所以这个就是赖清德 他丁儿颇死了 丁儿颇 你要懂他的个性 那下一个有可能是 蔡前总统吗 那个酬节很 之前节很大 但浮雪有帮他 他们有恐怖平衡 你放心吧 我跟你讲 李登辉在 病榻上 托孤吗 阿扁不是叫人拿一张纸给他看 有什么案 你一定会有死小孩 你把我抢 你要起来 现在人就都有失败了 那蔡总统当时是怎么 2019年是怎么打退赖清德 民调赖清德是赢蔡总统20几% 为什么搞到最后 大逆转 没有大逆转 其实最后是弄过输了8% 交代 其实没有比了 就已经器械投降了 为什么会器械投降 如果比民调真的他会输吗 不会输 比民调他怎么会输他 给你看 你有感应吗 这什么人 我跟你讲 手上有东西 他们会相互制衡 这样才保平安 可能有保命的护身符 所以认为蔡总统还动不到 我们还是得进下广告 太精彩了 不想进 进下广告回来 我们立马院讲一下 大家男生都单挑找你 那女生呢 王红威 还有现在下巴都包起来了 他们一群人 挑王红威跟徐晓星 还有当然陈玉珍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精彩了 我都不想进广告 都快要结束了糟糕 你好知道的很多 好危险 所以下一个 我们会只要担心 你看刚回案子了嘛 柯P嘛 他最气最恨的 曾经得罪他的 被判他的 柯P为什么那么让他 除了选举 因为他会精算嘛 柯拿的票里面 蓝多少 逆多少 会回归 那如果他 柯P要不必 他的吉吉 这样是蓝的多一点 你就平安了 要不然 我弄了你 然后 票就回来绿的了 你的票是回来嘛 那如果你的票是蓝的多 我就不会弄 好会算 对吧 我继续留着你 而且还帮你养大 王一川就在查这个 这个厉害 您评语我 耐心得 听起来我觉得好强 国家机器真的很好用 欢迎回来 壮心网千缺万事 我们让龙介先继续讲 包括了我们现在关心立法院 昨天我就觉得最夸张的是 那个黄杰一开始受访 还说什么谁说我 什么带所将去敲门 我没有 从来没有这些事情 否认 你们去调签器啊 去看画面啊 结果人家真的掉出来了 掉出来了 他就 带一个男人 两个人就 偷偷摸摸的 三更半夜跑去 开门 踹门 把人家门还推 打 然后推开了 结果现在会回头 人家说要办 他还去 托韩国瑜下水 说过去韩国瑜 怎么样怎么样 叫他不要梦游 我理直气壮 你发现现在是怎样 这些人都是做事 不用担 都没有责任 他偷东西 做什么事情 打人 通通都是别人的错 对 因为昨天早上 我们到的时候 门都锁住 那我们在等 不知道 人已经在里面了 那人在里面 后来 因为 有听到声音 然后有人 开窗 那就 我们就 那怎么他们会进去呢 那因为 你知道吗 有一些人会告诉我们 谁 他们自己也会 漏了口风 你说 没有 他们没有 什么都没有 我记得有 有照片 你是说 那个影片吧 对 有啊 我也有 对 他们去开嘛 有一个男的 不知道那个人身份是谁 清晨就有开窗了 对对对 他们这个 清晨呢 就把这个窗子打开 啊 我们就看到 人家已经在里面了 我又在外面 等在里面 所以这个 作弊 啊 后来 不是我们换了 会议室吗 你们一三还一三高 我问了 看起来 我问他们说 你看 你怎么这样 奇怪 你们看我们 都没关系 我给你看 我是一基林基德 反对基林基辛而已 我们也没办法 你们要把医事人都带走了 然后他们是限制医事人员 对 然后流制 所以在立法院 什么事都不必奇怪 你也不必 真的是太瞎了 怕人发挙人 本来就这样 不用怕人发挙人 实在太厉害 他们真的 自己说谎 还会自己感动到痛哭流涕 你想 这个你不可思议 真的 因为像黄杰是先对着镜头 说他没有 结果监制器真的被找出来的时候 就是他带一个人去开门 为什么他们敢讲没有 没有 为什么 因为立法院是规定 规定 不能掉入影带 你要掉入影带 就我这里有 鲁明泽被打 上一届 在院长主持会议的后面那个空间被打 两个人打他 两个民进党的委员 一个姓吴 一个姓 吴比瑞 打到他肋骨断了 那是土腿强盗 他要告 他去立法院要掉那个摄影机的录影带 他说不行 要你们三个人都同意才能掉带 所以他最后告不成 所以我问他有没有验伤单跟诊断书了 他说有 我说你把那个给我 他说我没有告 没告 告不成 我说不是 你给我 因为他们告我杀人未睡 5月17号那天 5月17号那天 我告我两条 两个人告我杀人未睡 他们是很敢 他们怕人不快 爱些我带你回一个 他就说你杀人未睡 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录影带是可以掉的 监视器可以掉的 为什么 差别在哪里 院长没讲 当然啊 对啊 你卡到立法院的安危跟治安 那你不厘清 你怎么知不知道 虽然有门口有住位警 那 歹徒如果翻墙进来 真的啊 那个开箱的人在台湾那个人 给你弄个定时炸弹 对啊 给你弄个爆料物 真的啊 为什么不能掉 所以去查 查了苦力啊 小老鼠偷东西 哎呦 被抓到影片了 海里直气壮 说你韩国人的梦游 本来就说没有这个所将 那不是所将是谁吗 不姓所不叫将 叫什么 我跟你说 这 本来做册的心疲 你 你跟他大小子没用 他们的价值观 就这样 然后他自己 破一篇 正义凛然的文章 自己都感动 都这样 就 自己说白菜 自己的感动 跟老白色 然后镜头一拍 传播出去 又变成 我不欺负他 哎呦 老天 是这样 台湾现在是这样 我们的孩子 要想这种鸡蛋 要想这种鸡蛋吗 你会乱的 我没骗的 所以大家在那边 推辑什么 都会 那各自捍卫 各自的价值 对不对 一个总统 40%当选 你要罢免 他要50% 同意 一个县市长 立委 60%当选 你要罢免 他只要25% 就罢掉了 那好 你说25% 我们也不动 那你要连署罢免这个人 连署总统 副总统罢免法 要拿身份证 引印本 要签署 连署总统 参选人 也要身份证 引印本 可是我要罢免你 用钞的 不必身份证 引印本 这样有公平吗 我们只是说 那你要严格审核 你要提供 你的身份证明 才不会有人头 对不对 这民进党都提过 吴秉瑞也提过 我们拿他的案 要通过 也不行 对 我们要支持你啊 所以 台湾要继续乱下去 我们也没办法 就变得继续 王宏卫的也是一样 因为我看到徐晓星 是被几个人完全架住 王宏卫要帮他 把他拉出来 他椅子被林楚英 这个霸占 那后来就说 我收拾他 下巴包起来 圣诞老公公的胡子 是林楚英先打王宏卫 所以 王宏卫把他的伤痕 拿出来 我说你一定要验伤 提告 否则变成他单方面 他只他告你 他本来还想说 那我要去 不可能吧 不会啊 我说你赶快去验伤 等一下结束以后 你就趕去 真的啊 他们就是这样啊 把人发救人啊 后来掉了 录影带 他们一直踹王宏卫嘛 是先打了王宏卫 王宏卫才回首的 黄杰在旁边偷踹几脚 那画面一 因为背面看 跟侧面一看清清楚楚 但是还是可以赖啦 没办法 因为总统有信赖嘛 龙建先生谢谢 平安健康 拜拜 拜拜 拜拜